吉利汽車順著次序牌 這個並不是因為廣仙一定要好些 現在順著次序牌 吉利汽車175所以它先走 這幾天都是有少少的資金流進去 在走勢圖上面 我們看得到 也都是在這裏之下挑戰本利亞通道的中軸 接著之後 就向挑戰本利亞通道的上軸 它挑戰這裏之後就開始見到阻力了 在這裏阻力 由於這個本利亞通道的上軸都是下降的 因此可能它還需要在這裏回調少少 然後再升上去 吉利汽車在今年去到年初 即是頭過半年的時期中 它的營業額增長了22% 稅前盈利增長了10.6% 而比股東盈利的分配方面多了3.7% 在接下來幾年盈利的表現 估計將會有7號次 1元和3元 增長但是會有49%和26% 增長是比較亮麗 但是那些人不知為何 對他的看法始終還是有一件事 刺你 刺你 刺著你 所以就不太好 在這一點裏面 我們也看看 凡是如此做工業股 有一件事 中的借貸來講 握你方面的借貸 是十分之少的 好像應該有百多億的現金 到這裏借了三十多億的 所以因此 在日後的發展中來講 對它應該沒太大的問題 如果是认为它不是刺你的 是有利于你的 我就觉得在现价可以考虑是吸纳 第一个阻力是25.8 然后目标是30元 至于支持位是23.2 如果23元就需要暂时止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